各位聽眾好 這是我的第一集 這是奧客 我這裡有 楊中華 aka小胖 小胖要不要跟我們的聽眾們有說聲hello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胖楊中華 小胖講到胖 告訴大家現在幾公斤 不要問這麼私密的問題 那你現在就是 現在沒有在打球 那除了騎單車以外 單車的樂趣是什麼 單車的樂趣啊 就是騎上山很累 然後騎到山頂的時候 就有一副很爽的感覺 然後看風景 騎到山上除了看風景 你會吃一下東西 或者是去當地的喝咖啡 或什麼的嗎 會啊像上次有一次 那時候我會騎從 台北 我住的地方騎到淡水 差不多騎了二十幾公里吧 然後去那邊吃個東西再騎回來這樣 總共就 騎了差不多四十 快五十公里 所以有時候就是悠閒 那騎回來不是比較 變得比較慢嗎 你知道比較重就對了 回來回 沒吃的這麼誇張 OKOK 那你剛才有講到說你的傷的部分 那你現在就是 希望就是在 比賽開始的時候 可以就是 至少可以有那個 又比較好一點 然後可以發球啊 或者是 你是左肩膀嗎 對 那就是反拍還有 右肩膀 右肩膀 那就是 那就是發球 幾乎全部嘛 發球 對啊全部 那這樣的話 如果說傷好的話 對哪一個比較 哪一部分比較 有幫助 正拍還是 發球還是 發球吧 因為之前有時候發球 覺得就是 角度什麼都比較小 就是希望把它 可以 放大一點 角度可以大一點這樣 以前就是可能會 用的力量的方式 方式 不對啊 會痛會去散 那個力量這樣 那 這樣的話是一發 和二發哪一個比較 效果比較好 如果肩膀都好 一發嘛 我覺得一發 會影響比較大 對啊 OK 那正拍來講的話 會不會像 上旋啊 或者是 擊球會比較 有效率 正拍來說的話 就比較 沒有什麼差啦 我覺得 最主要是發球 跟切球 遠的 那時候 肩膀會比較 會不舒服這樣 那如果像 如果說打 像三盤啊 就在球場上 三四個小時的話 這樣也會算好 對啊 然後比較累的時候 也會有影響 然後你就直接 要累的時候 可能就 就會這樣 下降 這樣 那手會麻嗎 嗯 麻 倒是還好 OK OK 那其他的話 像身體都還 還OK吧 身體都其他都還OK 可是我應該 手看好應該 應該 因為我其實從3月4號 就已經 在休息了 已經休息 差不多快一個月了 嗯 所以 下禮拜還要再去看一下醫生 看一下狀況 應該5月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開始正常訓練 你會不會想念網球啊 你會不會想念網球啊 好像你都不想念網球啊 有時候會啦 可是有時候覺得 休息一下 反正 就是 不要一直 不要一直 很久欸 到7月13欸 搞不好會更久 所以 嗯 還是 很想吧 先把傷養好這樣 那我這樣直接問好了 因為 我記得你 大概 就是 上一次你受傷的時候 你 你 因為是小腿嘛 在溫伯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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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的傷 應該說 那時候的休息 和這時候的休息 差在哪裡 嗯 我覺得 現在的休息 比較沒有這麼有壓力 我覺得 之前的休息 感覺就是 有點太急了 我覺得就是 太希望趕快回到球場 嗯 所以可能 就是回到球場上的時候 那些傷可能還沒有完全的好 我覺得啦 其實還是會 心理上面還是會影響蠻大的 所以在 球場上 就是在動的時候 或者是在比賽前 會想說 就是不要想太多 但是不要想太多 又有感覺啦 又擔心這個 又擔心了 又會不舒服啊 或什麼那些 會發生的 所以在關鍵時刻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 給自己一些 那些不必要的一些雜念 對啊 OK 所以這一次就是 還是會想 就是把傷全部 完全好之後 然後才可以訓練 就是也不會 這麼急啊 嗯 其實我個人覺得 因為網球啊 現在的 平台就是說 你可以到 35 36 37 甚至38 所以嚴格來講的話 其實 你覺得你 你巔峰了嗎 你Pick了嗎 還是你Pick 然後就下去 但是要 還可以再上來一次 我當然還沒Pick啊 因為我最高的 排名也才160而已 呵呵 就是還沒有到 呵呵 所以我覺得 就看啊 我覺得看 我的心態吧 嗯哼 嗯哼 對啊 要做一些改變吧 那如果你現在的心態呢 帶回到你第一次 20初的時候的心態 你會不會覺得 那時候 這樣一回來的話 這次現在的排名 會比現在高一點點 嗯 我覺得應該會 嗯哼 就是要很自律啦 我覺得 嗯哼 很重要 最重要 對啊 那自律包括飲食 還是生活 還是你覺得哪些東西 開始做一些 都有啊 就是全方 全方位都這樣 嗯哼 對啊 我不得不說就是 現在慢慢觀察你 就是 開始有點 我不能叫你小胖 因為小胖就是人家 你看 可是你對我來講 那你覺得你自己平常的在球場上的那個 球風有沒有開始比較穩一點 應該有啦 但我覺得還是不夠啦 還是 有時候還是會 就是心情影響變化太大 被心情受影響 是比如說 自己的私人生活上 或者是比如說 比賽前一個小時 或者是可能看手機看到一句話 或者是人家講你一句話 你就覺得 會這樣嗎 也不是啦 可能就是 自我調適吧 就是有時候你打不好的時候 就是要慢慢去調整那些 就是 對啊 心態要比較好一點 那你接下來如果說 我們先不要講2020好了 那你覺得2021 你要怎麼開始 怎麼開始喔 因為其實2021 真的說真的 2020 大家都 就是都待在家裡 不太剛好 對 怎麼開始喔 就是看 我覺得還是 還是要看今天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 因為畢竟現在才4月而已 嗯 但是要看今天的狀況 大概去做調整 我覺得 嗯 那那個 以前來講的話 因為你已經 職業選手了 十幾年來 然後 他們 有講像那個 Patrick Montegro 就是法國那個教練 還有就是 ITF 你覺得他們 應不應該就是想一個辦法 或者是一個政策 來幫那些 比如說排名100以外的 男女的選手 給他們一些 就是一種 不管是補助也好 或者是一種support 你覺得 他們應該可以做什麼嗎 ITF嗎 對 還是ATV 兩 BOTH 補助什麼 可是都是國家吧 現在ITF跟ATV 比較少有那種補助 應該幾乎沒有 哇塞 他們就是 OK 那你不覺得那些 前四名 前八名 他們的一年都是幾百萬 十千萬 你不覺得他們可以跟他說 喔 可不可以就是借個這樣十萬塊 來花一花 或什麼的 哈哈哈哈 借個十萬塊 自己賺比較實在一點 哈哈 有沒有 那那個 我問你最後幾個問題好了 問你最後幾個問題 簡單的問題 你覺得現在台灣的 青少年 應該說台灣的網球啊 現在就出了曾俊興以外 我們下一次要 怎麼在短時間內 再有一個曾俊興或者是楊宗華 短時間啊 我們的青少年內 對 因為說真的 你的決賽我看過 曾俊興的決賽我看過 我等了十年了 OK 哈哈哈哈 那有點久了 我不想要再等個十年再看下一個曾俊興 所以呢 你覺得台灣網球 青少年網球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 我覺得需要的是 有一個 最主要是經費嘛 第一是經費嘛 嗯 然後再來就是教練啊 體能啊 就是有沒有長期的配合 嗯 我覺得教練的那個 眼光也很重要 就是有沒有 長遠的計畫那些也是很重要 國際的眼光嗎 對啊 我這樣拍 沒有我只是在拍一下 反正在嗎 你看這是我 這是我第三隻手機 OK 等一下我再拍一次 你手機也太多了 OK再拍一次 耶 這樣我比較帥了 帥一下 亮一點亮一點 打光打光 打光 OK OKOK 有睡了 我到時候 我到時候把你那個弄一個 弄成網美這樣子 哈哈 好 因為我有一個問題 我每次都 我每一個都會問 就是我會問教練 還有包括問那個選手 你告訴我一個 一個因素 就一個因素 好了 什麼是好教練 什麼是好教練 和什麼是 很好很好很優秀的教練 我覺得要去哪裡吧 我覺得每個人 我覺得沒有一個很好的教練 也沒有一個說真的不好的教練 我覺得就是看 看他跟這個選手合不合 然後跟 他的大方向對不對 我覺得 這是非常重要 對啊 所以 某某的網球場的阿伯 每天 就只是在那個 旁邊喝茶 擲餃 然後你就 找他當教練 然後帶他去奧網 他也是好教練 為什麼我是好教練 對啊 所以你覺得 所以你覺得優秀的教練 真正應該說 國際水準的教練 應該 必備有什麼 什麼樣的特質 什麼樣的特質喔 教練 我想一下 就是看他講的 你會不會聽吧 選手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都是處於一個尊重 跟沒有尊重 有時候教練講的 你如果不尊重他 他講不在對 你也不會聽 我覺得 這個是親身經驗嗎 還是 對啊 如果你覺得這個教練 你打從心裡 就不喜歡他 或是你覺得 不信任他的話 嗯 我覺得他講的在好 講的在對 也是 對你來說也是不對 嗯 那對你來講 哪一種教練呢 比較能讓你更好 對我來講 就是比較 可以去 在乎我感受 然後也可以叮嚀我 就是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這樣那種 嗯 就是會一直督促我 那種 我覺得會比較好 所以你覺得 某程度來講 你是有點被動 有一點 對 呵呵呵 呵呵呵 OK OK 好 那我們轉個話題 你覺得要打雙打 你的搭檔 必備 就是在你的 現在的水準上 你覺得你的雙打 的partner 嗯 最需要哪一種 呃 必備哪一種條件 往前吧 往前要好 嗯哼 往前跟發球要好 往前跟發球要好 因為 我的前排可能沒那麼好 我底線比較好 所以我底線可以估的話 就需要一個前排來 就是 輔助我這樣 那身高咧 那身高咧 身高咧 身高沒差啦 就是 正長相我差不多搞一些 就OK了 那長相咧 高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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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小胖那個是 我這個到時候 把他po上去 讓台灣的一些網球選手 就是能夠受益這樣子 對 一定要長得跟你一樣帥 才能跟你打網球 OK 好 那那個 嗯 我也是希望 就是在短期內可以 在奧網看到你 然後 對啦 就是 還蠻想你的 因為每年奧網就想說 欸 我老婆前幾天還在講到你 欸 那個不是那個Yang 我說 就是 Haven't seen him for few years 好幾年還沒來 對 他說 因為每次到 那個夏天的時候 然後 就是有時候你會來住啊 幹嘛的話 然後他都會把床 那個都先弄好 就說 Is Yang coming this year? 我說 嗯 Not sure 我都是 他說奧網已經開始打了 為什麼Yang還沒來 呵呵呵 很難跟他交代 呵呵呵 還蠻解釋 對啊 反正就是 對啊 我一直希望你就是 過得好一點 然後 Look after yourself 然後 80 支持 之前你剛才說 你要不要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覺得你現在幾公斤 八十幾 八十幾 呵呵呵 你有沒有辦法 在網球回來的時候呢 可以到 七十 七十八就好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可以齁 七十八可以 七十八 OK 這樣的話 你這樣在移動的話 就跟費德勒一樣 就是蝴蝶步 你知道 飄來飄去 呵呵呵 對 對 好啦 那楊中華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然後呢 我希望 這是我的 奧客的第一集 Podcast第一集 然後到時候 我PO上去 讓大家去 歡迎多多指教 然後呢 應該要剪吧 不要弄 那種 無聊的事 不用 不用PO上去 好啦 不會啦 好啦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囉 然後我先 我先掛斷這個錄音 OK 大家先拜拜 好 各位謝謝收聽 那 可以指教的地方 歡迎指教 請在下留言 然後接下來 如果有些想法 或者是你覺得我可以 和台灣的一些 網球的人士呢 去做一個 聊天的話 也在下面留言 謝謝